我们来看后面稍微复杂一点的题目 设AB呢都是大于零的 然后如果A加B呢等于 问这个A分之一加B分之一的最小值是多少 就为大家看到这个A分之一加B分之一 结合我们刚才前面在最开始给你们做的那个铺垫 来 A分之一加B分之一 我们在哪个地方就看到过的 应该是刚才列的四个平均数的最后一个就是调和平均数 对吧 所以就以之A加B等于一的话 要求A分之一加B分之一最小值怎么办 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记得这个不等十 就是我们的算数平均数大于等于我们的调和平均数 对吧 就是A分之A加B大于等于A分之一加B分之一 那么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把这个A加B移过去把这个A分之一加B分之一移过来 就是什么 就是A分之一加B分之一会大于等于4除以A加B 那么也就怎么 也就等于4 对吧 所以就怎么 一步搞定 这是我们的调和平均数的应用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面对这要求A加2B等于1 然后呢要求A分之一加B分之一的最小值 就是它和刚才的区别仅仅在于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R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你显然不可能说这方写一个A加2B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A分之一加B分之一 这是没有的 如果你要在这边写一个A加2B 那么这边应该出现的是A分之一加上RB分之一 对吧 但是我们要求的并不是A分之一加上RB分之一 而是A分之一加上B分之一 对吧 那么这个怎么做 那么可能说哪一天这个技术呢 还能不断的去改 比如说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个A加2B等于1 对吧 如果哪一天改成一个3A加2B等于1呢 完全有可能 对不对 那么同样你在这个地方也能改 现在是A分之一加B分之一 我改成一个A分之二加B分之三呢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我还能在后面这地方改 对吧 就是它可以改变的地方有很多 那么是否有一个通用的方法来求解这种题目呢 可不可以啊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A分之一加B分之一 然后呢 我乘个E 大家都知道乘一和每乘是 是一样的 对吧 但在这一块它的含义就不一样了 我们把这个E呢 换成A加B 可以吧 换成A加B以后 这个式子可以呢 去做一个展开 A分之一乘以A就是E A分之一乘以2B呢 就是A分之2B 这个呢 就是B分之A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2 对吧 就这样展开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和这个是常数 不用管 那么这两个A分之2B加上B分之A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去运用均值不准事 因为它们两个相乘是一个定值 对吧 是几 是2 对不对 所以可以直接它们两个相乘会大一点 两倍的 嗯 它们两个相乘也就是根号2 所以这个的最小值应该是3加上两倍的根号2 对吧 OK 好 把这道题目如果稍微的改变一下 那么怎么办呢 比如说啊 这个由1变成2 咋办 由1变成2怎么办 由1变成2的话 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这里我们就不是乘以1了 你乘了1的话 没法直接代换吧 你应该是要乘一个2 然后呢 把2换成A加2B 但是 我们要注意 你在后面乘个2 你有没有觉得少了这什么东西啊 就本来是一个A分之1加B分之1的形式 然后你给它怎么 人为的乘了一个2 就是你给它扩大了一倍 你还要怎么样 A还要在前面乘个2分之1 就是其实就保证我们还求的是这个的最要值 啊 否则的话 如果你这个忘了2分之1呢 你最后求出来的最要值就是它的两倍 对吧 对你乘了2分之1以后 是把后面的2呢 给完全抵消掉 那么是 现在就会变成2分之1 A分之1加B分之1 然后2也换掉 就是A加B 对吧 然后就是Gi的步骤呢 和刚才是一样的 就是两个相乘 然后展开 3加上A分之2B 再加上B分之A 对吧 那么这两个相加最小值呢 就是大于等于两倍 它们相乘开根号 也就是两倍根号 所以如果说这个变成了一个2 那么它的资料值将会变成什么 变成2分之3加上两倍根号 对吧 OK 好 来 那么这个题目可能有同学 还会有另外一种解法 我来演示一下 那么什么解法呢 来看清楚 就是你们觉得它对不对 A等于A加B 来看清楚 就是发挥一下大家的火影精英 1等于A加B 会大于等于两倍根号 RAB 这个有没有问题 嗯 这个有没有问题 就是毫无问题 对吧 毫无破绽 OK 好 A分之1 加上B分之1 会大于等于两倍根号 1除以AB 来 这个有没有问题 就是首先这两步 你分别去看的话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都用的是什么 均值不准是 只是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把A分之1和B分之1呢 看作什么 两个数 对吧 好 接下来有一步呢 你们自己想清楚 就是由上面会得到什么 A大于等于两倍根号2 乘以根号AB 对吧 我把这个根号AB呢 除过来 可以吧 对吧 就是根号AB分之1 大于等于两倍根号2 OK吗 好 这个数字呢 等于什么 2除以根号AB 也就是 2乘以根号AB分之1 来 上面不是有这个结论吗 那么这个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呢 会大于等于2乘以两倍根号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4倍根号 还记得我们刚才 如果这方是1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呢 是3加2倍根号 对吧 现在是4倍根号 你去稍微的计算一下 会发现4倍根号呢 会比3加2倍根号呢 要小 对吧 那么难道说我们刚才的球节 有问题吗 刚才的球节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OK 刚才的球节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地方有问题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两部分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他自己 没任何问题 他自己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把两部去 去做一个联系 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呢 我们要求它的最小值 就意味着我们要能够取到 这个等号 就是要取到最小值 对吧 那么好 这一个取等号条件什么 这个取等号条件 是A和2B要相等 这个OK吧 两个相等 这个取等号条件呢 是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会增加于这两个相等 就是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所以就会发现 上面是A等于2B取等号 下面是A等于B取等号 就是两个取等号条件不一样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 就是用大一种 特别是能够用等号吗 就是你这个的结论 不能够嫁接到这里来 而因为你们取等号条件不一样 对吧 OK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什么 就是如果上面取等号 主要 如果上面取等号呢 是A和2B相等 你会得到A呢 等于1分之1 B呢 等于1分之1 对吧 如果下面取等号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得到这个地方 A分离加B分离等于4倍更号 然后呢 A和B都等于什么 A和B都等于4分之更号 所以下面是AB都是4分之更号 上面是A分离 B是4分离 两个取等号条件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以后啊 千万不要犯这样的 怎么说呢 第一错误啊 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呢 去犯错 就是他们取等号条件不一样 不能够呢 直接用过来 OK 好 来看这个 那我们刚才呢 是两项 现在呢 是三项 对吧 那么三项 它的方法和两项 是否有不同呢 完全一样 就是 你知A加B加C等于 要求A分之一加B分之一加C分离 对吧 它的最要值怎么求呢 OK 就是我们给它乘个1 对吧 那么乘个1的话 你可以拿1 把这个什么 再换掉 也就会变成A加B 然后再怎么 再加C OK吗 然后我们把它怎么 展开是不是就可以了 展开的话 它乘它就是1 它乘它呢 是A分之2B 它乘它呢 是A分之C 它乘它呢 是B分之A 它乘它呢 是加2 它乘它呢 是B分之C 对吧 然后C分离乘以 它就是C分之A C分离乘以 它就是C分之2B 然后它乘它就是 就是1 你会发现 产生了三个常数 还有六个什么 ABC相关的式子 那么三个常数 121是肯定可以加起来的 那么剩下这六个怎么办呢 OK 剩下这六个 两两配对 它和它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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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两两配对 去用均值不等式 我们在这里 这里还需要注意 就是是否可能取到等号 对吧 比如说A分之2B 加上B分之A 会大于等于两倍根号 它的取等号条件呢 是A等于根号二倍的B 对吧 然后A分之C 加上C分之A 会大于等于2 它的取等号条件呢 是A等于C OK 那么B分之C 加上C分之2B 会大于等于两倍根号 它的取等号条件呢 是B等于根号二倍的什么 哦不对 C等于根号二倍的B 那么你稍微的花点 一点时间看一下 就会知道 这三个取等号条件 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对吧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虽然用了三次均值不等式 由于三次均值不等式的取等号条件 以致 所以呢 这个最小值是可以取到的 OK嘛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题目 下面的题目是说 如果A B非呢 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要求A分之4加B加C分之1的最小值是多少 这套题呢 是一个简单的 我们三角形和均值不等式的小综合 非常简单 怎么做啊 怎么做 它感觉上和我们刚才的前面题目是一样的 对吧 和我们的1 2 3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刚才前面给了你一个什么 就是A B也好 A B C也好 满足等式的关系 这里没有给 那么怎么办呢 OK 没有给不代表没有 没有给不代表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对吧 所以呢 A加B加C等于π 这个没有问题吧 A加B加C等于π 好 这个问题呢 是把这个A和B加C呢 分开了 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 你在后面去求解的时候呢 你肯定也要把那么分开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由于A加B加C等于π 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工作 就A分之四加B加C分之一 然后呢 乘以π 乘以π分之一 把这个π呢 换成A加B加C 可以吧 那么所以你现在会发现 你把A看作一个整体 把B加C看作一个整体的话 就是做什么 做展开 π分之一保留不动 它乘以它就是四 它乘以它呢 就是A分之四倍的B加C 它乘以它呢 就是B加C分之A 对吧 它乘以它呢 就是加上E OK 所以关注点在呢 在这 对吧 这个均值不等 事实不就会非常好求 它们两个相乘呢 是一个定值四 对吧 所以回到它们两个相加呢 会大概等于什么 两倍它们相乘 开号就是四 所以呢 四加四加一就是九 九除以π呢 就是π分之九 对吧 OK 好